今天好不容易要嫁人,挑上了你 你还敢挑三拣四啊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 你知道不知道啊 我知道吞象 可是我这个大绿新郎也不配你这个大红新娘啊 哎呀,表哥,你没听人家说过吗 绿叶配红花 娘,你说我们配不配啊 绝配,绝配啊 我们妙妙啊,是红花 冯春啊,你就是绿叶 这实在是天生的一对,抵造的一双啊 绿帽子 绿帽子怎么了 现在的男人啊,都新带绿帽子 这叫赶时髦 一定要带啊 要不然呢,会被人家笑话的 反正我也被人笑话惯了 也不怕再被人笑话了 好了,看你那熊样 你要红的是不是 你看,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我这个 好了,别着急 我这不就给你系好了吗 你看,多醒目啊 就是啊,玉礼服,红领带 帅 帅 小姑娘,小娘子 我乃长州府,滴没来 小姑娘 你干什么 你啊,像娘子 你啊,自个儿玩吧 臭豆腐 买一大块豆腐 你要多臭的 你要最臭的 最臭的给你 保证你吃完呢 你被人骂的 这个臭的 客官慢走啊 对啊,就是他 臭豆腐 臭豆腐 我的花啊 在哪呢 别跑啊 哇,想不到天下果真有这么大的珍珠啊 鸡皮 小妹妹 有没有摔着啊 快起来,快起来 小心,小心哦 有没有摔着啊 要不要看大夫啊 没事的 算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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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不是我 是你 不是我 你随便往下 去 天机不可以随便 天机 你什么天机啊 是我跟你说吗 我是神仙 你不相信我 你是神仙 我告诉你说 你别不相信 我就是那个太少 我分辨了那个心 太白金星 你说我 太白金星 就是我 你卖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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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掌心的批了你 你什么东西这么臭啊 臭豆腐啊 你卖鱼啊 连玉皇大帝 连玉皇大帝 那个傻瓜都不知道 玉皇大帝 那个傻瓜都不知道 嘿嘿嘿嘿 听说 那个太少老师 是练丹高手 你知道吧 前线手子抓住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妖精 那就是九命猫妖 九命猫妖 他在练丹炉里面练了七七四十九天 过了九九八十一炉 我一口气就把这个妖精练掉了八条命 八条命 知道吧 八条命不简单的 你知道吧 嗯 知道吧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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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你知道个屁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你知道个屁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 你知道个屁 快躺下快躺下 休息一会儿嘛 你都摔脚了 要好好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就好了 冒昧问一句 你胸前这颗宝珠是哪里来的呀 这是我爹给我的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只是姑娘 你带着这颗珍珠啊 走在街上 那是太眨眼了 对对对 真的吗 眨眼吗 是啊 我们家这样的珠子多的是 看来这丫头来头不小啊 一定非富即贵 小妹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我的小名真的像小妹 真的啊 太巧了 我的小名啊 就叫大妹 真的啊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挺有缘的 名字都一样的 我们秦氏啊 一定是一对好姐妹 小妹啊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咱们以后呢 就以姐妹相称 你看好不好 好啊 小妹啊 你长得真好看啊 你不会是长州府的人吧 你家住在哪里啊 我家住在 我不能说的 家住哪里有什么不好说的 我说出来会吓着你们的 吓着我们 看来起码也是皇亲国戚一级的 小妹啊 看小妹这气质打扮 一定不是一位王府千金 就是一位公主啊 是不是啊 公主啊 看来我猜的爸就不离时 小妹啊 这次威负出巡 为的是什么事啊 我是来找人呢 找人 找什么人呢 就找这个人呢 这 这是什么呀 小妹 你快藏起来吧 快藏起来 为什么 姑娘 那东西你拿着不方便 不如送给我吧 什么呀 你在说什么 哎呀 掌柜 我说你这个人也太讨厌了吧 哎 我说姑娘 你这样拿着这个东西在街上 跑来跑去 光唾沫就会把你淹死啊 不会的 我会水啊 哎呀 小妹 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能拿着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 要是被官府抓着了 要坐牢的 真的 真的 那怎么办呢 姐姐 姐姐帮你找 真的吗 真的 嗯 太好了 你要是帮我找到人呢 我就 就怎么样 我 我就把这个桌子送给你 嗯 把这个桌子送给我 嗯 说好了 天言为定 我从来不说谎的 好 只要他是长久府的人 就没有问题 嗯 对了小妹 你 你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 我一见到你啊 就觉得我们挺有缘的 我明天就要乍人了 你来当我的伴娘好不好啊 嗯 嫁人 哎 伴娘 好玩吗 好玩的 好玩的 很呢 哦 哦 哦 等我嫁完人以后啊 我就发动全家人帮你一起找 真的 你太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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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